新版《超级经纪人》在香港举行首映里 除了老板杨绍纯学卷成场之外 几乎全部电影的主创都现身 包括导演陈庆佳 主角杜文泽和阿萨才主演 张静萱 永儿 卢海鹏 还有英皇吴小花 包括自玄 作诗 谢嘉瑜 庄坚梦和许进玉 虽然吴小花露背露腿露肩 各出其谋博取眼球 不过大世界阿萨非常淡定 身穿白色Dif V裙 大秀肉腿之余还露出打底裤 不经意的连很多媒体都没留意到 你这个问题就是说阿萨一点都不性感 对啊 我告诉你阿萨 我现在小我很伤心 那你小看阿萨 我每一天晚上都会幻想至少30次阿萨 你知道吗 阿萨是我心中最性感的人 没有记忆OK 杜文泽在片中誓言讨债老 但是就最后良心发现 没有让欠占的吴小花肉肠 但是他就在访问中言行避漏 表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他肯定会行使潜规则 并且扬言潜规则无处不在 每天都有你在问我这个时间已经在发生了 对我是全世界最支持那个潜规则的人 没有记忆 近月杜文泽在网上不断发帖 自暴自己不断在健身 被问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他就表示是因为很快要前一部限制的影片 那是因为下一个月份要拍一部 就比较豪情的电影嘛 就要去日本 要脱衣服 要脱衣服 船脱光 那所以也得准备一下嘛 这我是中国代表 好专业哦 对没错 去日本 就床战这个旅游 那张家会拍鸡战的时候 有键 有锻炼嘛 那我拍床战 也得锻炼吧